HELLO,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我是Barthys Mimmy 今天又帶大家一起去化妝 今天來到這個這麼日式的場景就是幫我補坑來那邊化妝 現在其他工作人員都沒到,所以我可以先設置我的化妝桌 我平時就是帶這麼大的行李箱去工作 我的所有工具,無論化妝品和化妝容品都放在行李箱上 所以這個行李箱是超級無敵重的 因為我們未必去到那個studio也有化妝室 所以我平時沒有化妝間的話,就一定會找到一張桌子 然後最好就是向著有日光的地方 我們化的妝就會漂亮 因為如果你是用黃燈和白燈化的妝都不及日光那麼漂亮 因為如果室內的燈是很黃的,化妝就會很噁心 因為你都看不到膚色,而且顏色全部都會偏黃偏淡 所以如果你無法選擇的情況下,一定是日光好過室內光 好,那我現在要先設置桌子化妝 我們晚點再見吧,再見 Hello 我們今天的藝術人,林婷就流汗了 我們今天就擺一個比較清新的人系妝 而且今天是需要不停在她的臉上噴水的 因為她今天要不停地流汗 沒錯,那我們就現在開始化妝了 好,好,看了 數眼都很美 先洗手機幫我們清潔了臉 再用這個Bifesta的洗妝品 那...薩膚水,我就會用Franco的薩膚水 因為Franco的產品沒有添加了 所以就不用很害怕人用會敏感 我通常都會戴這個 接著就會用這個Merry K的i Cream 我們可以按下眼睛的月位 眼珠對在這個位置 太陽月 舒壓和光來過著液出 眉頭 我看自己面色也可以 對 自己也可以 我用Franco的乳液 接著我為了加強保濕 我就會用NARS的這個Mask 接著我會配合Riva這個碌碌 去做一個按摩和消水中 很棒 真的很有用 對 我都會每一天 多點東西 我每一天是用目錄 再加上Claris的素牙精華 咦 那些我也有 Rubble 真的Rubble Trala Tuberic的Mega Base 就會有光澤一點 然後我會用Claris的粉底 然後我會用Claris Deport 這支轉光油毛生活粉底 這支很多人都說很好用 臨時都很期待 對 我終於都可以試 我平時都用Claris Deport 的粉底 但這支是辛苦的 沒錯 這支是做到更長效持妝的效果 還有它有修護成分 它們就說用了兩個禮拜之後 毛孔會收細 我現在試了幾天 都未試到兩個禮拜 所以我都未知道 我現在的底妝都是用這個 對 我覺得它遮瑕度很好 對 我覺得這個很好 然後我也是會用Fenty Beauty的Beauty Brander 用這個Beauty Brander 去用Soft的粉底 我很喜歡它的尺寸 但忍得快 我們現在就擦了半個臉 你看到這邊很平滑 而且也有少少魔窄度 即是不會碰到很牙色 很架的 這邊它沒有擦到 有少少眼圈和白紅 其實它本身的膚色都很美 這下膏都會用回IPSA 其實這下我用了更多 我現在已經擦了粉底 也要擦了遮瑕 那我就會用定妝 那眼部的定妝粉呢 我就會用這個 Long Mache的眼部定妝粉 Lose Powder 就會用這個Make Up For Ever 因為Make Up For Ever 這個Lose Powder 就比較Long Lasting 還有它這個粉質是很幼細的 而且你看到它有一個網 所以就不會拿得太多的水粉出來 那現在它已經上了水粉了 這樣上完水粉 因為剛才的水粉是沒有光澤的 所以就會比較Lad的感覺 那我們就化完妝了 最後用這個Spray定妝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轉開第二個妝 好 先弄完一個椰子 Mini Mini 剛剛見你補完妝了 那Shipping的時候 你會做些什麼呢 那補完妝之後 那補完妝之後 我們通常都會整整桌面 因為剛剛補完妝 桌面的東西就很亂 那一會兒如果你想Touch Up 或者再轉妝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找不到東西 所以我就會趁這個空檔 那會先收拾一下東西 那還有呢 趁現在收拾完東西之後呢 我就會留意著那邊 攝影期間呢 有些什麼電話 那他們拍完一回合之後呢 就可以去攝影師那邊看照片 那一會兒沒什麼需要收拾 那我們現在吃飯了 那我們現在吃飯了 那也是早上早上來化妝啦 然後來給我看照片 看有沒有地方收拾 然後呢就轉妝去臉上 那基本上一天就是這樣 我們下班啦 這個是二搖 攝影師 他還沒下班啊 本身撒少 林青 好漂亮啊 今天的妝 謝謝 然後辛苦各位下班啦 這就是化妝師的一天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就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啦 還有POLO買林亭啦 還有POLO買耳搖啊 Better now Studio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工作的一天見出來 Bye Bye Bye